郭伯雄包地郭伯全遭一扁在扁心之曝光 图 看中国记者林中宇综合报道 原陕西省民政厅厅长郭伯全日前新职务 曝光早年当过厨师 开过歌厅的郭伯全依仗齐兄 原中共军委副主席 郭伯雄全是官智政厅籍 不过随着齐兄落马 而遭一扁在扁据露媒新惊爆 公号正式而11月11日报道 陕西省政府参事是陕西省文史研究馆 11月9日消息称郭伯全11月2日 以西省政府参事是省文史研究馆 巡视员的身份参加了陕西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梁贵到该机构召开的调研座谈会 报道趁这显示此前担任陕西省政府参事是党组副书记 省文史馆馆长的郭伯全 去年卸任后现已担任陕西省政府参事是省文史研究馆 巡视员这也是陕西省政府参事是省文史研究馆 首次披露其此职务 去年9月20日 陕西官方消息 披露徐业接替郭伯全 担任陕西省文史馆馆长 一直现年57岁的郭伯全是陕西李全人 他是权清一时的前中共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的四弟 大哥郭伯雄比他年长19岁 郭伯全曾在陕西省李全县任职近20年 曾任李全县副县 长等职2002年他离开李全县任陕西省兵县县长 后任陕西省江河水库管理局 省卫河流域管理局 党委书记陕西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副主任 魏南市委常委副市长等职 并于2013年2月 调任陕西省民政厅厅长 成为政厅级官员郭伯全大哥郭伯雄 是江泽民一手提拔起来的居中亲信 他与另一年江泽民的军中心傅徐谈后 同期担任军委副主席 替江派把持军前十年之久 在军中大肆买官卖官 2015年4月9日中共当局 已决定对郭伯雄进行内部调查 但此事对外并没有公开 同年7月30日中纪委网站 正式宣布郭伯雄涉嫌受贿犯罪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已决定将其开除中共党籍 移交最高检察院授权军事检察机关 处理 2016年7月25日 郭伯雄以社会罪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 耻夺上将军衔目前郭伯雄 关在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秦城监狱 在郭伯雄被查6个月后 2015年9月30日郭伯雄 被免去陕西省民政厅厅厅长此后 他又被免去陕西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职务 2015年11月3日郭伯雄首次以陕西省政府参事室 省文史研究馆党组副书记 省文史馆馆长的身份参加活动 但去年7月前后他现任该职务 郭伯雄早年能够不断上位 权杖当年齐兄权是当地官场传说 郭伯雄人县兵县县县长时 就经常把郭伯雄挂在嘴边 我能和军委副主席说 善化陕西省省长 能吗 郭伯雄落马后陆媒采访郭的老家李全县张泽 村市一位村民表示郭伯雄当上领导后 几个弟弟都被他拉扯起来 郭伯雄的四弟郭伯全职务 最高当年因为他哥哥的关系当上村支书 后来一路升迁 当上了陕西省民政厅厅长 2014年4月8日 自称为总政机关几位干部 发出的公开信曝光了郭伯雄家族的贪腐问题 信中就有提到郭的弟弟郭伯全 原是一厨师后开歌厅在郭的活动下当上了陕西民政厅厅长 据香港东方日报报道 曾任陕西省民政厅厅长的胞弟郭伯全 被省委巡视组巡查时发现有四大违规问题 包括挪用近9000万元救灾资金 擅自筹建救灾中心项目等 甚至将救灾中心改建住宅 酒店牟利不过 郭伯全最终只被一再贬值 也算是平安着陆了